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性病友 性病友固名思义是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 你说可不可以用对手 斗过我们的性器官去传染其他地方 的机会是比较小的 通常因为这类型有 人类与头脑病毒是比较特别的 他喜欢棲息于性器官上的皮肤 所以感染其他身体部位 非性器官部位的皮肤可能性比较低 如果惹了性病友 我也担心会不会传染给你的伴侣 理论上也需要带你的伴侣去看医生 去查清楚是否会受到感染 如果要预防性病友 就要记住有安全性行为 大病人肚 尽量减少性伴侣的数目 如果一旦发现患上造成病友 就要尽快治疗 避免感染你的同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